你好呀 我是小光光 多久没见快一个月了吧 因为每天都有人在提醒我 快一个月没有更新了 因为最近月初的时候 眼睛轮流中了 再加上自己状态不是很好 所以这次视频让大家就等了 抱歉 但是呢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的声音 什么 我是肩头发儿呀 你居然发现了 好细心啊 不会我说完这个其实才发现吧 因为 别问 不能说不好看 反正我喜欢 我喜欢是俐落一点的 最主要是每次吸头 吹干话的时间烧的 就是好痛 别问了 然后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新的声音 希望你会喜欢 我跟你们讲呀 我以为要自己染头发了 现在当头好贵呀 我去那边弄了大概五个小时 因为我头发特别的毛 然后那个发型师 我在直播的时候讲过 但我还是要吐槽 我不敢相信那是我的头发 但把我头发剪掉的时候 一段乱糟糟的 湿大大的粘在一块的头发 一大把 那正常来讲解了 我原来头发都很长了 剪掉这样的头发应该 拿回来自己收藏着 对吧 纪念一下或者干嘛 但是你知道吗 它剪下来那一坨东西 往我边上啪一丢 丢在地上有啪一下的声音 就像丢了一团死老鼠 那种毫无神迹的 沉在一起的 后来 我悄悄的用脚 那个椅子不是可以转吗 我悄悄的转过去 用脚就把头发剔开一点 不要让我看到 不要让我看到我自己那一套稻草 姐妹们 疼多了燃多了 发质真的很糟糕啊 然后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肉身 然后 对 产生了一种我发质还行的假象 搞了五个小时 你会说五个小时 就搞了一个这东西 其实蛮特别的 你看 我有公主切 这里 这里 这里是公主切 切了但又没完全切 就 开玩笑 其实 我还蛮喜欢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 没有染头发 因为 太贵了 我还是选择自己买 染发膏自己染 这次我学聪明了 我买了 我买了 这次买了三罐好像 我买了三罐染发膏 对 就是为了避免上次那种就是 染到一般染发膏不够了 然后 然后一段 一段黑一段黄的那种情况 不会再出现了 在我小黄瓜身上 同样的错误 不会翻第二期 好 不好意思 又不小心说多了 我们 今天的几个声音呢 都是这几天直播的时候 慢慢摸索出来的 我们先 我们先听一个 扎一点的吧 我们要把 效果好的放在前面 先骗到大家的三连再说 对不对 开始 音乐有点响 调轻一点 现在外面 在刮风下雨 台风又要来了 小伙伴们要多小心 开始 是 好 小伙伴们 这两天 对的 如果你发现的话 我稍稍地说一下 如果你发现有一个轰轰轰的底噪 对的 这是我楼上的邻居 现在这个天气 老人家大概已经不开空调了 所以这个不是空调外机的 外机箱的噪音 他们给我换了一种底噪 应该是老师电风扇的声音 就 我家听得特别明显 能感觉到那个电风扇 对 再忍一忍到秋天就好了 到秋天我这边就会安静很多 如果觉得有底噪的 把声音调小一点 不要开太大 我继续 我们在今天的电风扇 我们可以按一下 它就会让你开放 在哪里 你让我看到 真的 有多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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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的公主妾只有一遍 因为亲了一遍我就感觉不对劲了 另一遍就不亲了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 这种类型的是 这种声音一次不能听太久 我们待会再回来听这个 这次的几个声音都比较刺激 都是每一种听的不能超过 两三分钟的那种 可能声音太香了 都快先做这个 先做这个吧 这应该很多女孩子都知道 买首饰的时候送的里面有一层 薄膜的这种盒子 那我们可以用它做什么声音呢 费酒骨 这种感觉是 超过的 这种感觉是 不过的 还要看 这种感觉是 我这种感觉是 不过的 我这种感觉是 你这种感觉是 我这种感觉是 有齊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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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